央行设立科技创新在贷款 额度为2000亿元 利率1.75%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角色部署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联名银行设立科技创新在贷款 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撬动社会资金促进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在贷款额度为2000亿元 利率1.75% 期限一年 可展期两次 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等 共21家金融机构 按照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科技企业 贷款本金60%提供资金支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角色部署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公关和自主创新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联名银行设立科技创新在贷款 联名银行通过科技创新在贷款 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 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 向科技企业发放贷款 撬动社会资金促进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在贷款支持范围 包括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 优先支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企业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关键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 及上下游关键配套企业 参与组建创新基地平台企业 以及国家级科技园区链企业 具体支持的科技企业 分别按照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现行标准认定 并由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国家科技创新 创业数据平台 国家产融合作平台等渠道 向金融机构推送 科技创新在贷款发放对象 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政策性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共21家金融机构 科技创新在贷款 采取先贷后届的直达机制 按季度发放 按照支持范围内且期限6个月 及以上科技企业贷款本金的60% 提供科技创新在贷款资金支持 自2022年4月1日起 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 向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发放贷款后 于次季度第一个月 向人民银行申请科技创新在贷款资金 对于符合条件的贷款 联名银行提供科技创新在贷款资金支持 对于符合条件的贷款潜行 粉丝行贷款技找资金 简意团 want